大家好,我是顏岳 那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 鷹眼的黑夜刀 首先要先跟大家講 我們頻道訂閱超過300 301 對,1 沒錯 那我們就是今天要抽獎 抽獎的活動辦法我們會在結尾的時候講 那我們就拉回正題 其實有看過海拙王都知道鷹眼 其實鷹眼是一個算人氣還蠻高的角色 對啦 因為我覺得他蠻帥的 那他身高198公分 那個母太單身solo 聽說他已經40歲 然後他的黑夜刀是 在海拙王裡面的 刀子等級裡面最高級 就是無上大快刀 12弓之一 他是被譽為最強的黑夜刀 好那我們就直接 把它拔開 拔開 其實這把刀 其實這把刀 重量還蠻重的 對 那這一把 這樣子做起來只有120幾公分 他如果立起來的話是到我的 胸口下面而已 我覺得如果他可以做 跟鷹眼一樣1比1的話 我會拿不起來 哈哈哈哈哈哈 主要是這次的 他不像之前開的所有的刀都是類似 日本刀吧 他的造型 比較像 歐洲那邊的刀子 對 就是 這個嘛 他的刀是這種形狀的 不是那種一顆圓圓的 對 因為他的刀身的話 比較像砍刀 比較像一般大的砍刀 然後 刀2的部分 跟刀柄的部分 就比較偏像 西式的那種 西方 對對對那種刀子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直接來看他的做工 做的這樣 我們可以先看到刀柄的部分 我們拉過來一點 他刀柄就是這樣 是用布柴的 是用布柴的 然後 有一個不太好的地方 就是他 這邊有鐵釘 他不是 把它 黏住 或是封住 他就是用釘兩個釘子上去 對 他就是釘兩個釘子 他刀柄的部分 這邊還有一顆夜明珠 藍藍的 蠻漂亮的 對 我覺得整個最棒的地方應該值得吧 你這膚淺的 那再來是他 刀2的部分 我覺得他刀2是 做的還蠻 不錯的 如果以遠看的話 不仔細去看的話 會覺得說 唉唷 不錯喔 這不屌 你他媽 周邪倫是不是 對不起 如果他有開封 我這樣拿 我找到手把 主要這把刀柄沒有開封 我們才敢這樣拿 對對對 現在看他 刀2這邊 是非常的歐風 對啊 對 那他這邊就是 我一開始以為他是 塑膠 可是他好像是中空的體 如果是實際的話 這把刀給中 對 那他這邊還是有把 鷹眼黑夜刀的 刀柄這邊的東西 四有都有刻出來的 對 那這邊一樣有 四顆夜明珠 對 然後中間還有三顆 如果我們是 直著放的話 就會發現他就是一個 十字架 對 那再來是另一個刀柄的部分 對 其實這邊 已經算連到刀身了 對 那他這邊一樣是有兩顆 夜明珠 一樣 他這些東西是有幫你刻出來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會到很差 對 不仔細看的話 其實會看不到他的瑕疵 就是 對 對 因為我在看的時候 我就有發現 其實 他這是歪的 如果這樣晃橫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 這邊 這一塊是歪的 讓他 有點偏左 男人啊 都偏左 沒關係 他其實要挑 就是挑上色的部分 然後尤其是他 刀二這個部分 明明其他地方都是金色的 他這邊應該也要金色 就是這個夜明珠的旁邊 全部都是黑色 沒有放 他這邊也有小異色 對 然後這邊上色也有點小異色 再來是這邊 那這邊上色也不均勻 這邊太多 這邊太少 上面這邊也是 有些地方太多 也有些地方太少 就上色不太好 然後再來是 因為這把太長 所以我只能 這樣子給大家看 他切入處的那種縫隙也太大 所以他 那可以給你玩Cosuke 但是 你要做那個 砍的造型 還是要做砍的動作 就麻煩要 稍微 小心一點 對 那影片最後我也會 稍微砍一下給大家看 因為 之前也有人在問我說 這個摩西刀可不可以砍 但是 如果互砍 或砍榴槤是不好 對 我擔心那個刀子會壞掉 對 好 那 高深的部分的話 看得像一般的砍刀 對 就是一般的大砍刀 對 然後 也沒什麼溫柔 它就是上面是黑色的 然後下面是 白鐵的顏色 對 沒錯 那 也跟大家講一下 這種模型刀 買回來 不要開封 開封會觸罰 如果被抓到會罰錢 對啊 也會被抓一關 然後 忘記跟大家講它的材質 就是它的材質是 碳鋼 它是碳鋼 有沒有聽到這個聲音 這是塑膠片嗎 什麼塑膠片 聽起來就不是好不好 然後 剛剛刀二那邊有講過 我們刀二這邊 它的材質是鐵 那它是中空的 對 聲音就不一樣 那再來是刀餅的部分 刀餅是塑膠 哦 對 瞭解 那這個拿起來 有 五六公斤重吧 有 對 那感覺是 重在那一片刀身 因為真的 好大一把 好那這邊就是我們 黑夜刀的部分 好請開始你的表演 It's your time 嗯嗯嗯 好那上次就是有一些網友問我說 嗯 刀子的部分 對 能不能揮 能不能砍 所以我這次做了這個影片 順便 也做一個實驗 因為畢竟這都是模型刀啦 應該是都可以砍的 嗯 對那這先是我們黑刀的部分 它很重 五六公斤 那砍的時候你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你的手腕 在砍的時候 能不能承受它的那個重量 對 不然會受傷 對 對 那我們開始砍吧 好 買Blake 你就用個先生奪人出來看看 哈哈哈哈 第一下就直砍 嗯 我很怕會回到上面 不會啦 OK 然後第二下就很P 很P 很P就是這樣 嗯 然後另一邊 嗯 另一邊的話 這樣子P 嗯 對 那再來是 側P 嗯 剩 嗯 那刺的話也可以 還是很P 喔 那基本上 可以回 但是不要太大力 嗯 剛剛變這麼高 然後變這麼矮 這樣大家會喜歡 哈哈哈哈 我也不是有被玩到的 嗯 就稍微拔給大家看看 殺小 嗯 那它其實 比起那個黑夜刀 就 輕很多 廢話嗎 阿幹 阿幹講一下 好好好 就彈給大家看看 嗯 就 直P嗎 然後橫P 然後過來什麼 側P 側P喔 這樣 嗯 然後收到 對 對 那我們現在來到總結 來 鷹眼這把黑夜刀的話 稍微素了一點 嗯 因為它 太大拔 嗯 所以說它的 裝飾的部分 就沒有那麼細吧 沒有做得那麼細 就是你仔細看的話 它很多上色 都沒有說上得很好 就是跟細節裡面會講的一樣 嗯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以一個收藏刀來說 嗯 你還是買日本刀吧 哈哈哈哈 我真的沒有看過人家收藏刀 然後收藏這個的 單這種刀子它沒有刀鞘的話 保存就很麻煩阿 因為你會生鏽阿 對啊 不好保存 主要是不好保存 對而且 它也只是附你一個皮套 對啊這皮套什麼時候 破蛋你不知道 對 所以這個基本上應該算是cosplay的 模型刀居多 對阿 其實也可以收寶劍類的阿 就是 像 上方寶劍嗎 對 哈哈哈哈 沒有阿 亞瑟王的 X卡利巴 對對對 類似那種的 它也有刀鞘嘛 對對對 就是 第一 比較好收藏 比較好看 第二 比較不那麼危險 對 你掛在牆上掉下來的時候 至少不會切手收 對對對 不會切屌屌 哈哈哈哈 為什麼要切屌屌 阿下來這樣 女生沒有屌屌阿 對對對 沒有我們是男生阿 哈哈 你剛剛說可以收藏一些 寶劍嗎 對啊 那也可以收藏這個 那我們到時候收藏完 把它插在地上 就變無限劍制 哈哈哈哈 不要亂捏其他的 幹 阿不是阿 按那麼多刀插在地上 不行 我們就可以直接演一個 不行不行 我頭髮是黑色 我幫你來 不要 有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 其實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你還有什麼要補充呢 你是不是忘記開頭將會送我了 對耶 對 這麼想要學觀眾的嗎 就是我們開頭講說 我們去訂閱超過300 對啊 我們合體一年阿 那其實301我看來是蠻開心的 就是我的努力大家看得見 沒有發費 其實有些片我還是覺得我做得很費 就是還有什麼地方我還可以精進的話 就是 觀眾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嗯嗯 對 那我們今天也是有要抽獎 嗯 對 那剛剛只有說要抽獎 但是沒有說要抽什麼 對 那我們就把網信拿出來 好 那我們抽獎的活動辦法就是 你要先看過我的影片 對 你不看你不知道我抽獎 對 然後記得先幫我按個讚 然後把 把你的螢幕截錄下來 PO到我的Facebook粉絲團上面 對 然後你就留言說 我要抽魔物獵人 一番賞 毛巾跟筆記本 嗯 並且不要記兩位朋友 嗯 那也歡迎呼朋一半 說你一個家庭要代抽什麼的 都ok阿 哈哈哈哈 因為之前有粉絲問我說 那我找人家一起來抽可不可以 因為是我要的 那我找人家一起 但可以阿 為什麼不行 總之我們東西拿出來就是要抽出去 對 對東西拿出來就抽出去 我不怕你互碰一半阿 你們家二十個人來說 四個都被你們抽怎麼會沒辦法 基本上就是我們活動辦法 好那我們獎項就是有分ABC度 對 AB套的話就是這邊 這裡 A套 B套 那AB套都是配長條毛巾 但是我們是 統一抽 我們就不是像上次那樣說 我要什麼 然後我就在下面留言 對 對這次就是統一抽 然後C套就是這個 嗯 那豬套 嗯 那我們就是個別都抽出一個 嗯 那我想可能會有人想問一個問題 嘿 就是我們一番賞因為有杯子嘛 嗯 為什麼不抽 杯子一歲阿 對 其實送到你們那邊破掉 我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你們滿歡欣喜的打開 哇 嘴狗狗 裂了一條狠在那邊 對 那如果是說真的 大家會想要抽的話 那就 在底下留言給我們看 對 那我們再考慮 要怎麼做 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影片 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也不要忘記 開啟小鈴鐺跟點贊我的 Facebook粉絲團 記得要抽獎齁 抽獎抽獎 這是最重要的東西 對 講三次好不好 我是好 我是葉悅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拜拜